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娜 这样下班以后我去找你咱们见面聊好不好 行 好 咱一会儿见 拜拜 拜拜 桃儿 刚才安娜跟你说什么呢 我看她气冲冲地走掉了 她还起诉我 我昨天晚上劝了她半天了 可是她不听我的 你劝她什么 劝她不要起诉我吗 你为什么要劝她不要起诉我 我还巴不得她起诉我呢 你别以为她不敢 她这人平时是二 可是你要把她惹急 她真的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她能做什么 来打我 来杀我 她是不敢把你怎么样 可我怎么办呀 我们是好朋友 她如果把这事告上法庭 抖了出来的肯定是我 我到时候怎么面对她呀 哥呀 我真的不明白 你为什么那么怕罗埃娜 我不是怕她 我是觉得这件事吧 有点对不起她 她经历了这些事 受到这些伤这些痛苦 我都知道 我跟她是最好的朋友 现在瞒着她干这种事情了 桃儿 我不写了 这谁写的 她也太了解你了 听说是女魔头 在外面请的作者 你打算起诉 我原本是没打算起诉的 我就是想要个说法 但是你没看见 女魔头那张脸 简直 太有恃无恐了 我真的是咽不下这口气 这本书里 确实有你和林志军的影子 但有些情节 也不是完全一样 但凡是认识我俩的人 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写的是我和林志军 谁跟一个外国人在谈恋爱 谁又在沉传事件中失事 又是谁抱着对方的照片 出现在他们的婚礼上 这写的不是我是谁啊 他们拿别人的痛苦经历来赚钱 你不觉得太卑鄙了 是挺卑鄙的 可是问题是你都不知道是谁写的 你起诉谁呢 女魔头是这个杂志的法人 我就告她 她自然就会说出是谁写的 安娜 你很难赢 首先 这本书没有用你的名字 还有 秦杰虽然和你和林志军的故事很相似 但是从法律上并不能说明什么 她只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创作 还有 这是连载小说 故事的走向和结局都是未知 你怎么向大家证明她写的就是你呢 这件事情 恐怕连立案都理不了 行了 行了 嗯 我向你保证一件事 这件事除了你和我以外 没有任何一个人会知道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 行了吧 安娜她不是傻子 她肯定能猜出来是我写的 她现在是在气头上 只想着怎么跟您较劲 等她回过神来 开始找作者的时候 她肯定就知道是我干的了 这件事只要你不说我不说她死无对证 她能怎么样 万一她真的搞了呢 安娜是一个聪明人 我相信她不会起诉的 万一呢 哥呀 我跟你说一句实话吧 如果不是你写了这篇连载 对你说永别 恐怕我们打之声就倒闭了 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包括我在内都非常感激你 是你挽救了小清新 头儿 我真没那么大本事 我说的每一句都是肺腑之言 所以哥呀 我希望你为了自己也为了小清新 什么都别想 放开手脚去创作 我能够保证 我永远是你的后盾 知道了 这就对了 加油 我不管 我就要告她 我咽不下这口气 安娜 别这么意气用事好吗 你要起诉她的目的是什么 就算赢了 你能得到什么呢 我什么都不想要 我想着女魔头那个样子 我就恨她 牙痒 可是你要知道 这个女魔头 她也许巴不得你能起诉她 真的 她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大肆宣传 官司打得越大 时间越长对她越有利 就会有更多的人去关注这本书 她也会从中获取更多的利益 而你呢 什么也得不到 并且你不想让别人知道的那些事情 只会弄得人尽皆知 到最后 也许你会被媒体天天追着拍追着问 你想这样吗 没这么夸张吧 只会比这个更夸张 现在这个时代 你一旦把一件事情推到风口浪尖上 就会引起很多的连锁反 到最后搞不好都会把你父母牵扯进来 你一定不希望看到这些吧 那照你这么说 我就任由女魔头拿着我的隐私 去贩卖 可是暂时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会长 好 您是问那个叫红梅的姑娘 她离开了 据说家里有点事 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 需要我打听一下吗 少爷我们会看护好的 您放心吧 是 您 projeto 您 你 小姐 这是房卡 请你书好 你看 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没什么需要了 就是 这房间也太豪华了吧 你喜欢就好 可是 这房间应该很贵吧 我可负担不起 不用你承担任何的费用 金律师说了 这间客房是免费提供给你的 而且你在这边任何的花费 我们都会给你报销 对了 如果你要出门用车的话 你可以随时打我的电话 我二十四钥匙开启 只是我会给你 如果你要走 什么 还是要走 你没办法 你自己的方法 不要拿走 我找你 那是朋友 来 是我的电话 请你说好 若没有其他事情 我就不打扰了 做点休息 等一下 你等我打个电话 喂 金律师 到滨海了 对 我现在已经到了 有什么问题吗 不是有什么问题 我是想说 酒店是年租的 你放心住吧 嗯 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 我的助理会负责你在滨海的一切事务 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啊 对不起 你说 没事了 谢谢 那我就不打扰了 你早点休息 接着 我去哪儿 还有伊萝卜 好 走了 我 得到 什么事 贵雅 您在哪儿呢 怎么了 平凡 有事吗 咱们进个面团吧 我这会儿正忙着呢 这样吧 中午在我们公司对面的猫咖啡见吧 好 一会儿见 你是多多吧 怎么是你啊 我找你姐姐陆安娜 她不在 多多 你听我把话说完 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 要跟你姐说 有什么重要的事跟我说 多多 你别误会 我找你姐真的没有恶意 我只是想知道 她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我姐怎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就是为了这个事才来找你姐的 别猫哭耗子假自卑了 我们家里没人想见你 多多 我跟你说不清楚 我可以见你姐一面吗 不行 再说我姐搬走了 她不在 她搬去哪了 我不会告诉你的 她是不是搬回以前的地方了 走走走 干嘛啊 臭着个脸 谁招你不高兴了 谁招你不高兴了 对你说永别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啊 那篇连载阿娜给我看 那篇连载是女模特自己盯的 我不知道啊 你是文学编辑你不知道啊 我是文学编辑 但是我又不是主编 更不是老板 我只看了这一期 这里面的事 和阿娜跟林志军的太像了 你也说是太像了 如有雷同 纯属巧合啊 巧合 他们两个人的事 只有阿娜最亲近的人才知道 你就是阿娜最亲近的人 首先 爱人失踪了 会去找这种正常的桥段 大部分的爱情故事里面都会写到 还有你说的细节 当初陪安娜去槟城找人的人是你 难道这篇小说是你写的吗 还好像 没ונים 这么当然 这你没关系 你如果不相信我 你就不要问我 行 我相信你 那你得帮着阿娜 把这个背后搞诸�¥的人找出来吧 对 你这个 即 你的眼睛 放映天晴 倒映我和你 从前的记忆 像我这样的打工人 除了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强大以外 别无办法 有时还要看运气看脸色 否则一不小心就要从头再来 你的心里也不怀疑 我们的心都偏了一片 你有困难你跟你说 人家会帮你的 你现在的行为 将就在别人的伤口上撒盐 换位思考 如果同样的事情 发生在你身上 你会影响 我像你那天 我要我们 一切都永远 一生在先 为其事 什么人穷尺短 贫贱不能一 你不知道吗 亏安娜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 亏她免费把房子给你住 你就是这么报答人家的 别站着说话不腰头 她安娜可以不拿工作当公司 我有什么资本 那老板要求的 我要是不听我就被开除了 现在工作那么难找 我们的心 和你的约定 等你的愿意 我们的心 还要继续坚定 有一切一定 有一切一定 才遇见你 喂 安娜 我 我下班了 马上就回来 好 好 安娜 你怎么样啊 没事吧 没事 没事就好 可呀 你说我这怎么办吧 我说 我说这事 要不就算了吧 怎么你也这么说呀 赵平凡也让我稀释宁人 你去找赵平凡了 我让他给我请个历史 他找了吗 他说 如果我打了官司 就正宗女魔头下回 还正好给他杂志做广告 对呀 我也那么觉得 哎呀 你别郁闷了 我先回屋收拾收拾东西 还会给咱俩点了一个晚餐 一会儿外卖来了 你收一下啊 来了 怎么是你啊 啊 安娜 你好 你来干什么 嗯 我来看看你 哎 安娜 我有话想对你说 我不想听 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跟你说 跟林志轩有关 这个人已经死了 我不想听 安娜 安娜 你开门啊 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跟你说 安娜 你怎么不开门啊 别去开门 为什么呀 这事你就别管了 安娜 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跟你说 门口是谁啊 你今天要是开了门 我们直接就完了 安娜 安娜 你开门啊 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跟你说 安娜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 我 你好 这是您的外卖 哎 我点的 再见 我可以进去说吗 不可以 好 那我就在这里说 我不管你想说什么 我是真的不想听 安娜 其实很多事并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哥真正跟你分手的原因 徐小姐 我打断你一下 你这一次来又是以什么身份来的 之前以他妻子的身份来 我也是迫不得已的 是我哥让我这样做的 他知道自己生病了 他不想连累你 所以才想出这么愚蠢的办法 让我来骗你 但这一次 我说的都是真的 徐小姐 你们兄妹俩是表演型人格吗 什 什么意思 一开始海石山蒙言情片 后来又是悬疑推理片 现在成苦情剧了 到底想干什么 安娜 我真的没骗你 我说的都是真的 徐小姐 我现在不管你说的是真的 还是假的 你听清楚了 林志军在我心里已经死了 他已经死了 你明白吗 安娜 你可以原谅他吗 一个死人是不需要活人来原谅的 希望你不要再来打扰我了 不然我真的会报警 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请你让开 姐 是我 多多 多多 哥雅 我姐在吗 在啊 进来吧 我 喂 哥 琼妍 你找到安娜了吗 我 找到了 我刚从他家出来 他怎么样 他还好吗 你们都说了什么 我把你的真实情况都告诉他了 可是 他还没有原谅你 不过我能看出来 他心里还是有你的 等你病好了 就亲自站在他面前 他一定会原谅你的 你真的觉得他会原谅我吗 会的 一定会的 我正想现在 就站在他的面前 那你就安心把病养好 然后站在他面前 好 辛苦了 多多 他去家里的事 没有别人知道吧 没有 他去的时候 家里就只有我一个人 我谁都没说 那就好 这件事情 千万不能让家里人知道 嗯 我知道 多多 你吃饭了吗 吃了 我就来看我姐怎么样 放心吧 我挺好的 那你就赶紧回去吧 嗯 好 对啊 你赶紧回去吧 你姐有我呢 好 那我走了 好 你路上小心点啊 好 慢点啊 拜拜 拜拜 咱们吃饭吧 嗯 那个女的 是林志军的妹妹啊 林志军 没有结过婚啊 是不是啊 是 你两次飞到马来西亚找人 现在人家跑到中国来找你 这情节都快赶上电视剧了 哎 我刚才听你教她徐小姐 她为什么不姓林呢 难道那边的人 可以不是一个姓吗 哥呀 你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呀 你赶紧吃东西吧 好吧好吧 先吃饭吧 诶 多多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多多 你姐姐怎么样了 哎 你这个人真讨厌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我姐怎么样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为什么还要缠着她 哎 多多 你 你听我说 我不是林志军的妻子 我是她妹妹 亲妹妹 林志军并没有死 不可能 多多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真的是林志军的妹妹 我才不会上你的当呢 我姐已经把林志军忘了 你现在为什么还要烦她 你按她什么心啊 多多 林志军真的没有死 就是林志军让我来找你姐的 林志军没死 你吓唬我呢吧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别管啊 多多 我怎么样才能让你相信我呢 要不然我给林志军打个电话 你亲自跟她说好不好 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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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跑呀 多多 多多 你回来 来 安娜 其实很多事 并不是你想的那样 她知道自己生病了 她不想连累你 所以才想出这么愚蠢的办法 让我来骗你 但这一次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别跑 你别跑了 你别跑了 悬疑推理品 现在成功几个巨人物 她要在想干什么呀 她要在想干什么呀 你没事吧 没事 那你今天还去上班吗 我不去了 你去吧 要不我也不去了 我在家里陪你吧 不用了 你赶紧去吧 行 那有事的话你给我打电话 嗯 好 你找我啊 哥呀 刚才人多忘了问您了 陆安娜是不是不想再干了 没有啊 昨天 林志军的妹妹来找安娜 说了一堆 莫名其妙的话 安娜的情绪不是特别好 所以今天让我 帮她请一天的假 林志军的妹妹 嗯 怎么回事 她们说什么了 嗯 嗯 耿杨 任何细致末节 都可能成为你创作的素材 说出来让我听听 我也帮你分析一下 说不定 能够帮助你的创作 你说安娜不肯原谅我 除了还在生我的气 会不会有什么别的原因呢 哥 我没有说安娜不肯原谅你 她只是还没有从打击中走出来 不过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啊 你让我来看她 我来了 那你是不是也应该好好地听话 把病养好呢 这样吧 你去找安娜的弟弟 去了解一下情况 我去找安娜 就是她弟弟开的门 她弟弟很排斥我 多多还是个孩子 你接近她要耐心一点 她陶遗做得很不错 她会经常到 红树林里的一个陶遗馆 她会在那帮忙带课 我曾经答应过她 要送她一套 进口的陶遗工具 结果我还没有来得及 你去找她了解一下 安娜的情况吧 哥 如果你想知道安娜的事情 等你自己病好了 你自己来找她不好吗 是 我是可以把安娜的情况告诉你 可如果我说她现在过得很好 你相信吗 如果我说她过得不好呢 你看 不管我说她过得好不好 都只会增加你的牵挂而已 我何必还要告诉你呢 还有啊 哥 我打算换一个宾馆 我已经麻烦人家金律师太多了 我不想欠太多人情 可以啊 我拿着花了 我还是要干吗 我还能够 你会把她做成维绢 你需要大脑子 我还是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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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这条线索太重要了 一定要深挖下去 我觉得 里面一定还有别的故事 可是安娜现在根本就不想提这件事情 我怎么挖呀 你可以去找那个女的 喂 我有些事耽误了 我马上过去 好 听我说 不管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必须找到那个女的 把她的嘴撬开 我还是那句话 写作一定要靠虐 虐情 把人物推向极致 读者认为你这条线已经推不下去了 你还能继续往下写 这才叫高级 我走了 看你的了 包总 您好 请坐 赵先生 我们好像在哪里见了 我和你们杂志社的格雅 还有陆安娜是好朋友 所以应该见过一两次 对不起 我只对陆安娜 以前那个外国男朋友有影响 就是那个姓林的 相信你以后也会记住我的 对小说有什么建议 你说吧 确确地说不是建议而是要求 我希望您能立即终止这件 无聊的事情 什么意思 陆安娜现在不同意你继续发表 对你说永别这篇小说 我现在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了 其实我跟陆安娜早就谈过 这个小说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我承认她是灵感的来源 可是我觉得她的反应太大了 本故事纯属虚构 如有雷同 纯属巧合 可以写的故事有很多 为什么非要写这个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喜欢 离奇的爱情故事 可你知不知道您的这种行为 侵犯了他人的意思 我以为你找我出来是商量合作的事 没想到你跟我扯这些 不过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很高兴认识你 我们是可以起诉你的 并且申请法庭下达侵权物发表的行政令 这样一来 在官司没有结案之前 您的刊物都不可以 瞪在这篇小说 我相信您也不希望这样 我能请问 你是陆安娜的什么人吗 我是她朋友 我告诉你 我结过三次婚离过三次婚 前夫一个比一个混蛋 如果有人能够把她写出来 替我骂他们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我觉得 你根本就不了解陆安娜 或者说 你根本就不了解女人 你怎么才下来啊 什么事电话里不能说 非得来这儿的 电话里面说不清楚 必须当面跟你讲 怎么呢 你陪安娜去了两次槟城 你有见过林志军的妹妹吗 她妹妹这人怎么样啊 干嘛突然问这个 她妹妹来中国了 来找安娜了 什么时候来的 昨天晚上 我从来没接安娜生那么大气 把门摔得巨响 她妹妹现在在哪儿 不知道啊 我还想找她呢 你找她干嘛 我 想了解一下她来的目的是什么呀 跟你也没关系 你就别在这儿搅和了 那你说林志军已经死了 她妹妹跑来中国干嘛 林志军到底死没死啊 死了 好 您好 您好 我有一个马来西亚的朋友叫徐秋妍 我现在联系不上她 麻烦你帮我查一下她住你的号房 不好意思 我们没有这个客人 你都没查怎么知道没有 我朋友上次来就是住这个酒店 我们这里最近没有从马来西亚来的客人入住 谢谢 不客气 我当然是没关系 不客气 不客气 我只是在说我们还是做什么 看来 对 习小姐 习小姐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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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天谢地 薛小姐 你终于接电话了 请问你在哪呢 金律师一直想跟你通电话 可是你手机有问题 一直联系不上你 另外 我看你房间的行李也不在了 对 我就在你的房间呢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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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有任何要限制你自由的意思 我们只是想跟你一块儿 帮你的哥哥渡过难关 太好了 你告诉我你现在哪呢 金律师有些东西想让我当面交给你 你可以想一下 金律师之前答应你的条件 是不是都已经做到了 他想让你给予他更多的自信 你看 要像这样 问问他 对 跟你说了嘛 要小心一点 都怪你 你弄坏了 我不要你家了 没关系 没关系 咱们重新坐啊 多多 我来吧 你好 你叫什么来着 在走啊 你好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吗 多多 你好 你怎么少来了 我没有别的意思 这个是给你的 这什么 林志军说你特别喜欢做陶艺 他说他答应过你 要送你一套进口的陶艺工具 我不要 你别这样 这也是林志军的一份新意 你就收下吧 我为什么要收他的东西啊 我给你放这儿了 我说了我不要 这是干什么 不收他的东西 来 这样 小朋友 我重新叫你坐 你千万不能急 啊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就是有点儿晕 休息会儿就好了 那个 对不起啊 我怎么回事 我不该摔你东西了 你真的没事吧 要不要我帮你打120啊 我真的没事 我在这儿坐一会儿就好了 好